当地时间6月10号 正在智力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在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拉全面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演讲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巴尔赛纳 部分智力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各国驻智力使节逾200人出席 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向在座各位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各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说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已进入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新阶段 对外交往更为活跃 成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 习近平表示 过去十年是中拉紧密团结、共同发展、深化有益的十年 中拉在涉及各自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问题上 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 拉美则成为全球对华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 中拉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是互利共赢的、是可持续的 中拉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 极大增进了双方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习近平强调 我们将遵照胡锦涛主席2008年访问毕露时提出的 发展中拉关系的三项重要方针 牢牢把握共同发展的主题 坚持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 不断开拓创新、开展广泛全面合作 中拉在政治上应该成为相互尊重 真诚互信的好伙伴 保持双方领导人密切交往传统 在涉及彼此重大利益的问题上 加强沟通和协调 继续以长远眼光、战略思维、包容态度 看待和处理中拉关系 中拉在经济上应该成为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主演于推动中拉务实合作 向全面深入、平衡和持续方向发展 促成相互出口更多高负价值产品 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 中拉在人文上应该成为交流互建、和谐共处的好伙伴 加强民间团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体等 社会各界、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往来 特别要多为青少年创造相互接触、相互学习、广交朋友的机会 将中拉友谊不断传承下去 中拉在国际事务上应该成为同舟共济、协调合作的好伙伴 进一步密切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合作 不断加强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经验交流 中国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共同维护好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习近平最后说 让我们在促进中拉双方共同发展 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道路上 携手同行、共同开创中拉全面合作 更加美好的未来 法尔塞纳代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 感谢习副主席专程例领 就拉中关系发表重要演讲 他说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 目前拉中关系已日趋成熟 面临着实现质的飞跃的契机 双方应抓住机遇 继续保持高层对话 拓展务实合作 加强在全球性议题上的协调配合 推动拉中关系向新的更高水平发展